中方谴责针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的袭击行为 外交机构的安全不容侵犯 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 当前中东局势动荡 我们反对任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行为 双方主张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开放合作反对脱钩锻炼 通过协商妥善处理分歧 共同维护全球产工链稳定 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双方将继续就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多边倡议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 为乱象平生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自防期间法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美国单方面划定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 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 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定届规则 源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而非习惯国际法 美国不是公约的缔约国 无权依据公约 主张外大陆架 也无权通过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审议其外大陆架界限 美国单方的主张非法无效 严重违反国际法 侵蚀国际海底区域 这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再次暴露了 美国对国际法合则用 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做法和霸权本质 中方反对一切伤害平民 损害民用设施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对加沙国际救援人员遭袭击事件 感到震惊 并予以谴责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平民不应成为攻击的目标 国际人道救援者的安全 不应受到威胁 我们敦促有关各方 特别是以色列 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第2728号决议 履行联合国现场规定的义务 立即停火 全力避免无故平民伤亡 全力保障平民和医院等 受到日内瓦公约特别保护的 民用设施安全 防止加沙地带 出现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方坚定支持八方反恐努力 坚决维护海外中国公民项目和机构安全 事件发生以来 中方一直同八方保持密切沟通 我们希望八方以最大的决心 最大的力度 严肃查明真相 严重凶手及幕后主使 全力保护再拔中方人员 项目和机构安全 中方愿为八方 侦办案件提供必要协助 恐怖分子 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扭机构